党的二十大报告宣告 一切国家通过战争 殖民 掠夺等方式 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 谋求自身发展 由于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开辟广阔空间 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实现现代化 将为推动世界发展 注入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 中国依靠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实现现代化 表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不是只有一条 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完全有可能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不应是只有少数国家 才能够享有的特权 而应是各国都能够通过不懈奋斗 获得的平等权利 中国式现代化将为推动人类永续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我们将积极参与应对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为建设美丽中国 美丽世界 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分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靠近小龙国际费经参与命运共同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